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出来了 不可以 不可以说的 为什么不能说 这样才能救得了小弟呀 我更不希望我们兄弟两个 每一次见面 都是为了一些外人闹得要翻脸 你刚刚所说的外人程家雄 他才是当年顾玉妹 为您所生的儿子 我还以为这么多年来 你在外面跑 在外面闯 多多少少学到了点东西 没想到你现在为了个年轻人 编出一个 不可理喻的谎话 我所说的是事实 当年顾玉妹 故意用挑粉来调包 目的是想把挑粉的病治好 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 你在医院为他接生啊 是妹姨她亲口告诉我的 够了够了 我看你快要被那个女人 把你迷疯了 如果明天她说我是包娼必赌的 你也相信吗 去警局告我啊 为什么你非要觉得全世界的人 统统都在骗你呢 你门心自问 你不招惹他们程家 人家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情啊 我跟程家的事情你知道多少啊 我知道很少 可是这些脏不垃圾的事情 我宁愿不知道得更好 你凭什么这么大声帮人家说话 整件事情 你有什么资格说谁是谁非啊 你不想想 是谁去赚钱把你养大了 是我呀 你大哥呀 我们兄弟分开了这么多年 这几年来 我没想过要求你 为自己所做过的措施负责任 今天我来这里 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在我的立场来说 我相信姓程的那家人 不会骗我的 卉卉啊 你怎么可以随便 把这件事告诉甘先生呢 家雄现在还在拘留所 我现在不说 难道大家去坐牢再说吗 卉卉 你的出发点是没错的 不过 事关重大 大家应该商量一下才对 就是吗 跟你们商量 你们会赞成吗 可是 姜明 姜明 别生那么大的气嘛 那现在甘树培呢 知道家雄是他亲生的儿子 他应该不会告他的 可是救小弟还有其他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 求甘树培吗 他很可能还落井下石呢 反正你不跟我们商量 就把事情告诉甘先生 就是你不对 因为我知道跟你们商量 你一定不会赞成 你怕影响小毛在甘家的地位嘛 可是家雄怎么办 他也是我的弟弟啊 我不可以这么偏心 只管其中一个啊 可是你有没有考虑清楚 如果小弟知道这件事会怎么样啊 别再吵了 家雄啊 卉卉也没有错 要知道的事情早晚要知道 再隐瞒下去 对家雄也是不公平 小毛的事情 以后再做打算 找谁啊 我找程太太 在里面 程太太不会见你的 也不会见那个混蛋 请问你是 她呀 她是甘树培身边的那个禽兽 叫做阿豹 你找我妈什么事啊 甘先生想见一见程太太 麻烦你回去告诉她 叫她以后不要再骚扰我妈 还有 我妈不会见她的 我跟你去吧 你 事情早晚都要说清楚 现在早一点解决不是更好吧 我刚刚还在想 你会不会不下来 你今天晚上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你说清楚 那么我就不管二抹角了 程家雄是不是说儿子 是 本来我是不想要家雄的 可是药缸以为是他的 我必于无奈 才生下来 不然的话 我早就把他打掉 你那么不喜欢家雄 为什么不把他交给我 要把他们调包呢 亮红有肾病 没钱就治不好 当时我们穷得连吃都没得吃 他跟着我是死路一条 亮红是药缸的骨肉 我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 你为了程家的儿子 却要我儿子挨饿 你真够狠的 我狠 如果我狠的话 当年就不会救济你们夫妻 弄得家破人亡 不过我也很感谢你 这二十几年来 对我的小毛那么好 还把他的病治好了 你欠药缸那么多 补偿在他儿子身上 很应该啊 这几张 是家雄五六岁时照的 那个时候他最像你了 你慢慢看吧 哥文早 哥文 你没事吧你 没有 我没事 我只是过来问问你 为什么今天不用去 总公司开会呢 是吗 我以为你早上 一定见过伯伯 你会知道的 我今天没见过他 也许他不想看到我 你说什么呀 你真的没事吗 对了 家雄的事情现在怎么样 我已经交给乐师处理了 你跟家雄是好朋友啊 干嘛要这个样子 我想他只是意气用事 他也不想 为什么你通通的以后 是我想告他的 对不起 他也许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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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有事吗 我找这里有事跟他谈 他约了人吃饭 刚刚走了 我现在回联交所 有消息的话 我马上跟甘先生联络 好好 麻烦你啊 好好 裴哥 我叫司机在等我们了 带你 你到车上等我 是 坐 怎么了 昨天晚上很多节目 今天只早点没看到你啊 今天一早回公司了 我儿一晚上没睡过是吧 我一晚上都没睡过 我想爹爹你也一样 对不起啊爹爹 昨天我经过你房间 我听到你跟二叔说的话 所以担心的睡不着 我睡不着不是因为我担心 是因为我觉得不服气 爹爹 爹爹 我不是要怪你 我知道隔了这么多年 你才知道我亲生妈妈没有死 你一定很想把她接回来 好好对她 可是老实说 从夏季那天到现在 我还没办法接受 我要面对一个陌生的女人 叫她一声妈妈 更何况 她为了家雄 令二叔说出这种谎话 我真搞不懂 为什么她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感受 我是不是一个很不值得她关心的儿子 昨天的事情 我也没打算要瞒着你 不过这阵子公司那么忙 我暂时不想再提了 你了解你爹爹 对公对私是很分明的 这是你爹爹做人的原则 可是我真的很乱 可能你会说我孩子气做事不成熟 可是这件事情一天不弄清楚 我怎么都不会安心 你对爹爹真的没信心 其实是我对自己没信心 爹爹 我跟你做父子做了二十几年 你的脾气我很清楚 如果这番话 是出自其他人的嘴巴 我根本不在乎 可是这番话 出自一个你喜欢的女人口里 那么这个无论是多荒谬的谎话 你都不会当没听过 所以 我相信我们父子之间 已经出现了问题 既然如此 我宁愿主动一点 要求爹爹你跟我去医院验DNA 查清楚明白 好好好 如果可以让你安心的话 我们去查个明白 进来 裴哥 叫我查的事情查到了 怎么样 我查过所有医院的记录 贵妹的确在二十几年前 在港岛一家公立医院生了两个男婴 两个孩子相差一岁 而小的那个出生之后 艳处有肾病 要定期回医院去复诊 裴哥 这个孩子的样子很像你啊 你觉得像吗 我觉得他的眼睛和额头很像你 你看他有几岁 很难说 说他五岁也行 六岁也行啊 你如何 干吗一个晚上躲在房间里啊 脸上没表情 你没事吧 你爹爹啊 刚刚找过那个女人 找那个裕妹 爹爹找她干什么 我想是为了那个程家雄的事情吧 他上一次已经来过了 非要见你爹爹 这次更糟 还找你二叔出马 那个女人不知道安什么心 她又不是十八二十 那个玉妹呀 年纪很大了 爹地怎么会看上眼呢 那个家伙 口口声声说没事 可是我知道你爹地 对他还有点感情 他不知道跟你爹地说了什么 他一回来就跟阿宝聊个不停 说查什么 出生证明 我跟阿宝出生的时候 爹地她在啊 那查什么呢 凯尔芬回我们家的时候 已经三岁了 她的出生证明 都是我们候补的 无凭无据 那个女人说什么 我们就信什么了 希望我猜错吧 那个女人呢 简直是扫把心 只要我一遇上她 每一天安宁过 不要说我狠心 当天呢 她真的死掉好了 妈 家雄 妈 你脸色这么差 快过来坐下 这两天你没睡吗 哦 老人家是这样子了 妈 你眼睛好红啊 哦 路上沉多 风也很大 对不起啊 妈 真是傻孩子 妈 你肚子饿不 早上回来的时候 我看还早 煮了点甜汤 妈 你尝一尝 妈 我答应你 我以后做事情 不会再这么鲁莽 不会再这么乱来了 我在爸爸面前发过誓了 你相信我 其实我都这么大了 我不应该再做任何 让你担心的事情 刚才在警局 你大姐没跟你说什么吗 大姐到警局找我吗 早知道他们早上 放我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打个电话 回来跟你们说一声 我听那些警察说 说干家不再追究了 我看一定是凯凯替我出面 我才会没事 妈 你以前说得很对 我真的没人家的气量大 妈 你去哪里 我辣了点东西在菜市场 很快回来 家雄那么用心去煮甜汤给你吃 你不吃 这就跑来吃冰淇淋 你知不知道他会很难过的啊 就是知道他很用心去煮 我才吃不下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 他那么听话你还不喜欢 如果我家里那两个家伙 能够像家雄的一半呢 我短几年命都愿意 一哥 你不是我 你不会明白的 我明白 你恨他爸爸吗 所以才会讨厌他 他爸爸下贱 跟儿子没有关系嘛 家雄是无辜的 其实他很听话嘛 很乖的 你叫他去东 他不敢去西 比如说他小时候啊 你叫他在路口上等你 突然间下了大雨 我叫他退后几步 到无颜下边来 不用淋雨了吗 他还说 妈妈叫我站在那里 我就站在那里 他都不敢走开啊 真是傻孩子 什么事情都不会变通 他这么乖啊 真是难得啊 就像我家那两个婚求啊 我叫他往东啊 他偏偏往西 为什么家雄不坏一点呢 起码我骂他呀 恨他呀 不理他呀 都不会感觉对不起他呢 无仇不成父子 母子也是一样的嘛 对了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 告诉他 本来家雄想去告诉他的 谁知道 他们姐弟两个没有碰上 这件事情拆穿了 很快会传出去 你赶快跟家雄说吧 我知道 可是 到底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所以 我明白 保守秘密吗 上一次我不知道 见到什么鬼才说出来 这次保证不会了 我还要啊 回去告诉两个儿子 不要乱说话 你放心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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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上次我太冲动 我不应该动手打你 对不起 我知道我能够被放出来 警察不告我 你一定为我说了很多好话 怎么你以为我还会这么做 算了 我这个人一件事归一件事 分得很清楚 不管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我们到底是兄弟 我不希望妈因为我们之间的事情 而不开心和难受 至于你跟咱呢 难得他也放得开不剩你的气 我作为朋友的也很开心 我跟你 怎么说一开始 大家都是将心比心 我真不希望今天晚上跟你说完谢谢之后 以后连朋友也没得做 你这些废话说完没了 你还生我气我没办法 我只想告诉你 如果我没有诚意跟你说谢谢的话 我今晚不会到你家门口等你 你是来等我 还是等甘树培 我不懂你说什么凯文 我看我把电话写给你 让你直接跟他联络 不用烦我不是更好吗 你放心 到了今天 我不管再恨这个人也好 我都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去找他吵架 找他吵架 为了什么 为了 这二十几年他没给你钱还 我们程家和甘树培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他还给我钱还 你别再跟我来这套了 甘树培不是我爸爸 是你爸爸 你才是姓甘的 你说什么 原来你还不知道 果然是姐弟情深 你说什么 那么你听清楚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傻瓜 我们一出生就被人说 才出生就被人调包了一样 连我那个没关系的二叔 都上门为你求情说好话 没想到你还傻兮兮 你喝透了酒 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我刚刚树培 已经去医院验过DNA了 你不会想告诉我 连医生都在说谎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是甘树培的儿子 这个世界上 没事情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不然的话 你怎么会这么容易 从警察局走出来 开魂 你回来正好 我有话要跟你说 这几天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靠你 你也不负机 你的文件 堆得像山一样高 你什么时候才上班呢 对不起啊 大姐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可是你要公司分明 心情不好 也一样要上班的 你这样子 会影响公司的运作的 我明天会和公司处理事情 迈基啊 你让凯尔芬闯口气嘛 不要逼她了 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 凯尔芬的心情很差嘛 如果你想休息的话 请假休息吧 不要 我没事的 妈 没事最好了 你看看你都瘦了 早点去洗个澡 睡觉吧 那我回楼上去了 妈咪大姐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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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咪啊 我真是搞不懂 现在都知道凯尔芬 跟我们没关系了 你还对她那么好 凯尔芬呢 始终是我一手养大的 大家相处了这么多年 哪到现在叫我一下子 不认她吗 可是你别忘了 她跟我完全非亲非故嘛 要我像以前一样 把她当作亲弟弟 我看我做不到 没有人叫你像以前 对她那么好 不会也别得罪她吗 你爹地从头到尾 没说过什么 他当不当她儿子 还不知道呢 可能一切维持原状呢 小弟 你昨天跑到哪儿去了 急死我了 大姐 别说了 上楼再说 来 你昨晚没有吃饭呢 饿成这个样子 你弄的饭团好吃吗 拍马屁啊你 快点把豆浆喝了 妈妈特别留给你的 家里的东西特别好吃 你昨晚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你 对不起啊 让你们担心 用不着这么说 我们是姐弟 你没事就行李 大姐 是不是我是甘树培的儿子 你都会当我是弟弟 凯尔芬告诉我的 开始我也不相信 可是后来想起来 这么多年来 不管我做了什么 妈妈都不高兴 我就开始明白为什么 其实昨天晚上 我很想回家 可是一想自己是心甘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 我只不知道自己 应不该回来 真是傻孩子 家里从来没有把你 当是外人哪 你不要自己钻牛角尖 知道吗 你还记不记得 小的时候你走丢过 记得 是你跟二姐 把我找回来的 那天呢 我跟卉卉到处去找 幸亏后来能找到你 我们昨晚的心情 就跟那天一样 担心自己失去了弟弟 你们怕我迷路 不会回家 不是怕你迷路 是怕你不想回来 反正家里没有变过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都一样欢迎你 记住 别再说自己是外人知道吗 大孩子了不要哭了 来 喂 请等一下 喂 好 我一定回答 是谁 干叔陪他住手 他说干叔陪想见我 小弟你不要去 放心吧 大姐 我心里有书 坐 谢谢你 可莱 我叫过菜了 首先呢 是冷盘肉汤 然后是烧排骨 这么贵的菜 我吃不习惯 一下子让你改变口味 是比较困难的 不过慢慢就会习惯了 我到这里来 不是来跟你吃饭 我想跟你说清楚 让你死心 教兄 你对我误会太深了 你在程家长大 自然会被他们影响 觉得我是坏人 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解释清楚 对 没有程耀刚 就没有我们夫妻 所以对我们来说 他是恩人 程耀刚是一个好人 很容易满足 可是做人太保守了 他以为守着个小工厂 就可以过一辈子 可是这个是一个商业社会 你不吃人家 人家就会吃掉你 与其早晚被人家吃掉 倒不如交给我帮他发展 你不用说了 我不是小孩子 你骗不了我 我有叫他回工厂来帮忙 他不肯啊 工厂本来是自己的 就骗成替你打工 要是你你肯吗 当时他一大群孩子 不是有骨气就能过呀 他那么早死就是骨气害了他 跟骨气没有关系 我爸爸是你害死 我才是你爸爸 我爸爸是程耀刚 程家才是我的家 我要说的话就这么多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找我 从早上去到现在了 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呢 卉卉 我再扩他 不用了 反正他们父子关系 不说都已经说了 家雄都长大了 他有权选择自己走什么路 小弟 二姐 怎么那么久啊 对不起 我心想下午没事情做 所以跑去申请买烧饵给大家吃 时照在存门公路大塞车 我在工厂塞了三个小时 妈 别说这么多了 进去把烧的弄好拿出来吃 来 妈 我说我小弟一定会回来的 刚才呀 我真怕你一去不回来 这么多年姐弟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 就是了解你 知道你笨吗 容易被人骗 我只是笨 不是没良心 那个人是我爸爸也好 不是也好 反正他当年怎么样对妈妈 大家都很清楚 我自己问我自己 我是没有本事叫他爸爸了 更何况 他也知道这种事情 是不能勉强的 了不起 够坚强 跟你学的吗 我是姓程的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我都不希望有任何改变 大孩子了 行了 好 二姐请你吃少鹅腿吧 我这鹅腿这么小 凤凤 喝酒都不找二姐 二姐 你这么忙 不想烦你吗 你不会现在把我当外人吧 你不把我当外人 我已经很开心 你别这样子好吗 我说的是事实 现在表面上 还有什么事情都没变过 外面的人 看到我依然叫我干先生 回来公司 我仍然是经理 可是实际上我感到 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在改变 只是还没看出来 看不到就当没事吗 眼不见为尽吗 我做人就是这样 如果任何事情都这么执着的话 做人多么辛苦 现在我执不执着都没用 世界要改变的话 我也没法阻止 做人就是这么无奈 谁是你父母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你没得选 上天早就为你选择好了 反正一切都是注定的 无论你喜不喜欢都好 在你出生之后 你就得接受这个命运 你也用不着这么悲观 很多事情都可以人为解决 没错 我的命运 就是被我妈改型 还弄得乱七八糟 既然已经成为事实 你坐在这里 哀声叹气也没用啊 有没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很乱 什么都不想想 什么人都不想见 只想离开一段时间 去算才行 这也是个好主意 有没想过去哪里 我还没想到 哪里都行 我去英国读书的时候 有个朋友在郊外 有个别墅 风景不错的 我想用来度假 应该不错 有没有兴趣 好 我联络他 谢谢你 傻孩子 跟我客气 我是你姐姐呀 请我喝酒 爹爹 Mr. Smith那份合约 本来是凯尔芬做的 现在很多事情还没谈好 现在凯尔芬放假了 你打算找谁负责 那份合约牵涉很大 尤其是那个人 出了名难伺候 还是算了 我自己接手 好 进来 伯父 大哥 凯利 找我有事 坐 是这样的 凯尔芬放大假 他有部分的工作 我想你跟一下 会很辛苦 不过你帮帮忙吗 没问题 弗兰芬 待会儿把工作 告诉他吧 我知道 伯父 凯尔芬放完假 还会回公司做事吧 当然会了 什么事 我跟凯尔芬一起做事 我才发觉 他做事很拼命呢 我有什么不懂的 他都会教我 不过其实 他自己也很需要 人支持的 他很尊敬你 如果你能鼓励他 他会做得更好 凯利 爹爹很忙 下班再说吧 没关系 谁能够做事 谁能帮我忙 我心里有数 爹爹 如果没什么 我们出去了 阿宝 你看看 凯尔芬多能干 还有好朋友 帮他说话 不过这个时候 用凯尔芬怕不怕 不怕 他能做事 就让他发挥 他再能干 他会的一切 全都是我教的 暂时 我看不出 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说得对 裴哥对凯尔芬 可以说是撂入智掌 二十几年父子 他的个性我很清楚 喂 请他们等一下 裴哥 什么事 廉政公司来找我 凯尔芬 这么巧 坐 今天早上呢 是董小姐告诉我 你要去英国 我还担心 来不及送你鸡呢 这次去英国多久 大概一个月左右 如果好玩 也许多玩一会儿 看看你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给我们一个电话 没什么特别意思啊 只不过 想请你回家吃顿饭 因为你从小就离开家里 家里人永远都不齐 我知道妈妈虽然没开口 所以她很希望 一家人吃一顿饭 是不是有点不方便 不是 她没有干涉我的自由 你还不在生妈妈气 我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现在答应你 她到时候会去 没关系啊 你看看什么时候回来 哪天有空再打电话给我们吧 我们没有问题的 那好吧 到时候再说 刘章淑青金晨在跑满地狱所 被联署人员带走 联署发言人透露 刘章淑青涉嫌在过去十年内 先后收受超过十五家公司的利益 协助该批公司上市 有多家上市公司主席 被邀请协助调查 包括横溢企业主席周华祥 文氏集团文英伟 一海集团主席甘树培 没想到艾歇息这么厉害 十年前的事情也能挖出来 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爸爸 有件事情我比较担心 什么事情 一海上市的时候 二叔还在公司做事 这件事情他知道不少 以二叔的个性 我怕他向林淑 说出不利我们的话 不会的 其实这件事情不用担心 这么多年前的事情了 很多人证物证全都没有了 还有啊 那个时候上市啊 很多公司都是这么做的 糟了 我们今天不是约了Smith 爹爹 您不用担心 Kyofan已经招待他了 Kyofan 他不是放大价吗 进来 爹爹 你怎么这么晚上来 知道你搞定了Smith先生 上来谢谢你 公司好也就是我好 我也想年轻的奖金多一点嘛 是吗 如果每个职员都像你这么想 就好了 对了 你本来不是今天上机吗 怎么会跑回来 因为我上飞机之前 在机场听了消息 说你被林淑书带去问话了 所以我赶回来看看情形 爹爹 现在事情怎么样 没什么 咱们立行问一问嘛 没什么 为什么可以帮上忙 你没什么可以帮上忙 你好好用心 看着这家公司就行了 对了 爹爹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 我想搬出去住 为什么 我都长这么大了 我想学学独立 凯文 如果你是希望自己有私人空间 而搬出去住 我不反对 可是如果你是觉得尴尬 要躲开我们的话 实在没有这个必要 怎么会呢 其实从加拿大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想搬出去住了 不过刚刚回来 一切都很乱 所以没说吗 好吧 爹爹 好 你都决定了 来 你找到地方没有 我早上暂时住在饭店里 找到再搬 住饭店有什么好呢 我们公司那几个房子 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找人去收拾一下 你搬去住 好的 谢谢爹爹 很晚了 我先回去了 你也别太晚了 还有 这些便当啊 吃多了没好处 有空回家喝点汤吗 我说大小姐啊 医生都说了 叫你按时吃药 做物理治疗 多吃膏钙的食物 我说呢 你最好把脚露出来 多晒太阳 穿裙子最好了 脚呢 可以通通风 好了快点 对不对 你这很烦人啊 你越来越像家雄了 是吗 当然啊 我们是兄弟吗 我跟你也是兄弟啊 你怎么不学下 我的好处啊 学你就完了 快扶人家坐下吧 我去拿药 下午啊 家雄还没有缴到工作啊 哇 发生了那么多事情 你让他静一静吧 什么 警局不是说不告他的吗 还有麻烦啊 麻烦是没有了 他是他爸爸 他是他儿子 不可能他爸 哎呀 什么爸爸 哇 这什么药啊 这么贵 多吃几次一定破产 家雄现在在哪里 为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明明不告诉我 医生有没有说 你的脚好一点啊 那么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我想好了 你的脚刚刚才拆石膏 不能经常爬上爬下的 所以呢 我把茶叶啊 素食面啊 和那些日用品呢 全都放在厨房下面的橱柜里 你以后拿东西呢 就不用上上下下那么危险了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素食面之类的 一顿半顿方便一下无所谓 经常吃不太好的 我也想偶然吃着 你又骗我了 我看过垃圾桶啊 里面全都是素食面的 那些包装纸 你得照顾自己的身体才行 我最近白天找工作 晚上我有空啊 我过来煮饭给你吃 炖点汤给你喝 白天呢你叫外卖 这家明记呢 我尝过了 东西很好吃 又没什么味精 为什么你发生那么多事情之后 精神还这么好 还能来帮我的忙呢 我们是姐妹吧 我心里觉得真的很不舒服 你明白吗 这件事情 我不是故意要瞒你 不过你刚刚出业 我怕告诉你之后 你会胡思乱想 把自己牵连在内 难道你以为你和全火 我可以不管吗 这件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 我觉得我自己一点也没改变 我依然是我 同样呢 凯尔芬之前那么对你 和谁是她爸爸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怕人家说 你现在不跟凯尔芬在一起 是因为你贪钱 知道她背景 你不用管人家这么想 我明白你不就行 今天上午跟我说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实在觉得很荒谬 难道你真的可以 可以看得开吗 为什么不行呢 我家人一样对我那么好 我觉得我没必要 为了这件事情难受 我是说凯尔芬 她的处境跟你不一样 对了 伯父订了一桌素菜 一家人都会去 你快去吧 算了 我不大喜欢吃素菜 下次再说 你们虽然没有亲情 还有感情 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逃避 永远都不见他们吗 你不也明白 我现在跟他们坐在一起 就更加显得我自己 并不属于这个家 也许他们没这么想过 又或者 根本是我自己放不下 可能是我的想法太简单了 喂 我大哥也是甘家的女婿 我也算是半个甘家的人啊 你会不会疏远我啊 你不一样啊 我们是朋友嘛 听你这么说还好 没白费我当你是朋友 你不是约了我爹地吃饭吗 再不去就迟到了 好吧 不要做得太晚了 好的 拜 拜 拜 挑粉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里 嘉勋告诉我的 我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你觉得现在怎么样 好了很多了 我有件要紧的事想跟你说 那我接下来说吧 来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